解放、进城、新中国 一个个关键词诠释着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路前行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走到和胜利相伴而来的城市 陈云北上沈阳 叶剑英连续担任北平广州市长 陈亦南下上海 他们凝聚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进城对习惯了农村工作 只有28年历史的年轻政党和他的领袖们来说 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解放和接管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城市 其中拥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和艰辛探索 敬请收看天涯共词时 1949城市记忆 1949年9月国民党部队设立了铜墙铁地 却为什么拦不住南下的解放军 所谓广州这个防线呢 其实是虚设的 就在国民党撤退的当天 海突桥为何成为了主要被破坏的目标 这个南北干线的一个桥梁 国民党认为必须的把它炸掉 叶剑英南下接管广州 数次更换住所 究竟是问了什么 他们国民党特务呢 想暗杀叶剑英 1949年广州解放 治安恶劣 金融混乱 粮食紧缺 面对种种难题 叶剑英如何恢复社会的稳定 开启发展之旅 1949城市记忆 为您讲述 65年前广州城 从废墟满地到顺利接管 究竟有这怎样显为人知的故事 新中国开国大典刚刚举行不久 广州也迎来了解放 作为国民党在华南最重要的一个大城市 广州的形势出现了罕见的混乱 当时作为广州新任市长的叶剑英 很快成为了被暗杀的对象 那么他能否平安地躲过特务的暗杀呢 又是否能够接管好 这个已经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呢 今天我们就和两位到场的嘉宾 一同回顾这段历史 有请两位到场嘉宾 欢迎您 你好 你好你好 请坐 1949年10月1日 隆重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主席台上降星云集 然而人们却没有发现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叶剑英的身影 因为他正在星夜间城赶往广州 新中国成立了 但南方还有几座重要的城市没有完全解放 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南大门广州 为了解放广州并做好接管工作 中国中央委派有着丰富城市接管工作经验 曾领导北平接管工作的叶剑英来到广州 广州对叶剑英来说具有特殊的含义 1897年他出生在距离广州三百多公里外的梅县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他在广州工作多年 1920年他在广州参加圆敏阅军 追随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 1922年陈炯明叛变 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封建 他率兵护卫左右 1924年他参与筹办黄浦军校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 叶剑英始终在军委首脑机关总参谋部 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 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做决策 提供情报和战略方案 广州留下了他革命的足迹 而此次到广州等待他的 将是截然不同的任务 主要是西北和华南 还有西南这几个地方 但是呢还在被国民党军占领的 以这个国家成立起来了 如果这些地方还没有解放 那就是我们还有 整个国家还是 就是很多地方还是 还在国民党统战 所以但是最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 还需要继续追建这些地方的 国民党的这个部队 要把他们消灭 把解放这些地方的地区和人民 那为什么让他去接受广州 非得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呢 因为叶帅他本身是广东人 他是从广东走出来的一个元帅 一个军事占领 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比较熟 所以就选了他来 消灭国民党在华南的几十万部队 解放华南的这个广大地区 解放广东 这个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 叶帅是从广东 雷线走出来的这个人民解放军的降临 所以他在广东的这种有深厚的感情 而且对当地的这种市民 人民来讲也是一种感召力 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干州召开这个会议 实际上是对接受广州做出准备和部署 国民政府呢就是在1949年的4月 4月21号我们南京解放之前呢 实际上国民党都已经策划向政府 向南签了 包括他的政府啊 行政院呢最高法院呢就是司法院这样一些啊 机构啊就是向南签了啊 到了5月份6月份呢 实际上这部分机构已经到广州了 到广州的恢复了行政院 当时行政院院长是演细三 就是说啊 国防部长呢是那个合一青 都过来南方这边呢在广州 想坚持一段就是说啊 打算是长江化剑嘛 随着解放军的一路南下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残存的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 企图富于顽抗 仅过了半年 广州已经在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之内 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 再次商议迁都问题 会议讨论要把国民政府 迁往位于大西南的重庆 早在这次紧急会议之前 作为国民党在大陆 仅剩下的几个大城市之一的广州 已是人心惶惶 时任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于汉谋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 巩固越北确保广州 为了加强国民党在华南的防御力量 于汉谋在广东大肆收编 地方部队 集合起来的于汉谋部队 号称有11个军 并宣称誓死保卫广州 国民党方面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进攻 当时都设了什么样的防线 当时为了预防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大军 他在越北的韶关在佛港设了三道防线 分别有十几万兵力把守 那么到了南下的过程中 因为国民党在那个前面已经成立了这个广州的国民政府 所以广州他部署的重兵来把守 主要是当时的国民党是11一个兵团司令叫胡莲 他在那组织的防线 有十几万人吧 一个有十几万人在那组织防线 当时他们认为他的防线是红墙铁壁 其实他们是苟延残船的 就是说这种吹骨拉扭之势 实际上是风卷残云的 我认为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守卫广州这个防线其实是虚设 他的目的他也不是就是死守广州 他已经预前有这个方案 是准备从车到广州以南 这个连阳间这一带去组织防约 他都有撤退计划 最后带完海岸岛撤退 在国民党的撤退方案中 有一个罪恶的计划 那就是对广州实行大破坏 尽一切可能破坏广州的桥梁 道路 机场 以及重要的工厂 他们在广州的一些重要建筑物 如海珠桥 白云机场 军用仓库等安放了炸药 一旦撤退 就炸毁这些目标 10月初的一天 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李吉兰 派遣一些士兵和便衣特务 坐汽车来到海珠铁桥 这些士兵把400箱黄色炸药 放在大桥中段的接合处 和四个桥墩上 并派遣国民党国防部技术兵团守卫 不让人靠近炸药安放处 那当时国民党准备撤退的时候呢 就是决定一定要把这座桥炸毁 是吗 做了什么样的故事 那个海珠桥呢 就是这个桥其实很有名的啊 这个桥是1929年新建 1932年才落成的 是一个南北干线的一个桥梁来的 当时这个桥呢 就是很重要 但是呢 也是国民党认为必须得把它炸掉的 因为要切断南北十月份的 大概上旬吧 就是有一天 就是来了几辆车的 把整个桥面都给防守了 戒备生严了 就放了四百箱炸药 黄色炸药 每个桥栋 就四个桥栋放 每个桥栋放一百箱炸药 1949年10月14日下午约五十旬 一辆吉普车由市区开往海东桥 车上四人衣着极为整齐 其中两个穿黑西装 两个穿黄军装 这四人在桥上完成了 最后的引爆布置后 事先安放在桥梁各处的黄色炸药 几声巨响之后 海珠桥被全部炸毁 海珠桥断成了三段 中间一段沉入江底 南北两段则插入水中 爆炸导致大桥的钢梁 钢条石块四散凤射 许多房屋的瓦顶被砸烂 导致两岸市民死伤惨重 爆炸时死伤市民四百多人 炸成民船一百多艘 震损房屋数百间 受灾居民达三千多人 它是原来这个桥是中间可以开启的 就是中间可以过船的 它炸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开启这个部分呢 它在那个四个桥墩放了炸药 一下子把这个桥炸了 修复当时的损失很大 就是当时死的有四百多个市民 两岸的市民有四百多人 船有几千艘 就是有两千多人受到受伤了 两千多人受伤了 当场死的就是四百多人 这个桥当时建了要三千万银元 那时候建了五年时间的 1929年到1932年 13年四年时间 所以这个桥炸好 炸了以后重新修建以后呢 它中间就搞不了了 中间开启行的 直跨江面的 它是一种横跨式的 不一样的 跟原来那个桥梁的风格 完全不一样 对 而这个桥因为 当时这个唯一的通道炸毁以后呢 首先部队进城的时候 也就受很大影响 最主要呢 就影响市内的这个交通运输啊 市民的通勤啊 1949年10月14日 在国民党炸毁 著名的海珠大桥当天 在广州郊区 一个靠近公路的村落里 披着草绿色伪装捷补车 出出进进 爆发机的天线 直指蓝天 随着声声战马四名 骑兵通讯员快马加鞭 急迟而去 卷起一路黄尘 作战 参谋人员脚步匆匆地穿梭于几间大房子之间 这个一派繁忙紧张的地方 正是解放广州的作战指挥部 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与解放军各兵团司令员正在这里忙碌着 国民党撤退炸毁海珠大桥的情报也传到了叶剑英手里 然而炸桥也难阻熊兵南下 当天下午六点多 解放军进入市区 晚上九点多 占领国民党南前广州的总统府 行政院以及省市政府等机关 当晚宣告广州解放 那当时有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解放军渡过这个珠江啊 那他们怎么走啊 没有通道了 过船了就是啊 当时就是只能渡过船 船很多 那个在江边都是淡加很多船 这个倒不妨碍 但是炸毁这个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解放军进去是这样的 就是真正到成立去的部队呢 不是很多 就是主要是成立的 他原先就有一个物质好 就是有15兵团的 好像是我记得是41军还是 43军 43军 方强那个军 就负责是广州去广州的警备 主织的警备司令部 成立由他们负责的警备 广州城内国民党部队 对这座城市的破坏随处可见 率先进城的解放军还面临着特务分子 和国民党余灭时不时放出了冷枪 但阻挠解放军进城的计划 已经彻底落空 国民党部队对广州的破坏 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正是在当地民众的带领下 解放军顺利进驻广州城 解放军进城之后 广州市民看到了截然不同于 国民党部队的作风 从这种转变中 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未来 多了一丝希望 解放军攻入广州城之后 这个第一晚 第一晚是怎么度过的 这么多人一下涌进了城 第一晚 第一支部队是从 岩江路 岩江大厦进来 进来以后 当晚就已经到盘晚了 盘晚解放军都在马路边睡 严格执行 人民解放军队 人民军队的三十大纪律 把想注意 不想群众要什么拿什么都不要 一阵一线都不能拿 都是睡在马路边 大部队它就没有进城 它就规定了不让进城 而且它因为主要国民党的部队 都往南跑了 就是士兵团 主要去追击国民党的大部队 真正的广州战役 它应该包括后面的岩江战役 大概在十月 应该在十月下旬 十月下旬 十月之后 这时候举行岩江战役 这时候把广州撤退的人 大概揭灭它三四万人 这打得最大的战役 解放广州城两天后 华南分局书记叶贤英 看着军用地图上 与广州紧义和之隔的香港 陷入了沉思 在他看来 要武力解放香港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 一点都不难 只要冲锋号响起 解放军可以立即挥师南下 印马深圳河 占领全香港 得知解放军已经解放广州的消息 深圳河对岸的英国军队人心惶惶 开始为一场没有办法预期结果的 所谓香港保卫战 做着积极的准备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远在北京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向易建英发出了暂时不动的命令 摆在香港面前的一场恶战 就此烟消云散 对于当时的解放军来说 如果我们当时想解放香港的话 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吗 香港的情况又跟内地许多地方不一样 香港是 就是英国人啊 就是很早以前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协议 叫做99年猪戒期嘛 就是说 攻占香港呢 包括我们都可以解放过 但是中央确定的就是 香港先放了一篇 先不要动它 它是原来的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它占了香港一部分 后来到 在1898年 它又租 又把这个新界 又扩建 又进去 又加租界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这是又复杂的外交因素在里面 这是一个 第二个嘛 就是说 我们中央可能也考虑 把香港这个 放在这个地方 等于也是一个窗口 从某种程度上呢 就是我们无论从经济上 还是从政治上 利用这个地方 可能更好地能从地国主义进行斗战 叶剑英对香港和广东的情况非常了解 因为广东就是叶剑英的家乡 二十多年前 它的革命道路从这里开始 而1949年 主政广东的叶剑英 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也有了更强烈的回报家乡父老的意愿 经历了战火摧残的广州城 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疯狂破坏 导致整个城市满目疮痍 国民党军队撤退后 留下大批潜伏的特务 加上国民党溃散的散兵游泳 很快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 逐步将分散的反动力量组织起来 准备和接管部队针锋相对 一些破坏活动 致使广多的社会秩序混乱 群众人心惶惶 治安问题成为了叶剑英 接管广州城之后 首要面临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决定撤离广州之前 就是认为要出资来资助城里的这些地痞流氓恶霸族 让他们来继续跟共产党作对来捣乱 那具体他们是怎么部署怎么准备 他们是这样的 就是临撤退之前把那些游兵散涌 一些有两万多人吧 这样组织起来 其中还有把保安团队搞成保安师了 前面是已经收编了很多其他一些人 那么在最基层的他们就把那些地方那些恶霸 那些流氓组织起来 那些就建立一种叫做保甲制度 保甲连作制 就是说 其实建立这种制度呢 无非是想破坏且苟延残传 最主要因为原因在哪 它就是靠近香港和我们 靠近港澳 所以这个敌特呢 就是国民党他撤退的时候呢 有意识有组织的 也安排了很多潜伏的敌特 专门的准备就是进行破坏 广州接管以后呢 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后 然后就部队啊公安啊 包括警卫部队啊 都对城里面进行的一种 扫荡式的一种啊 包括要抓人的该抓啊 该这个关就关啊 坐落于德政路的这座青砖楼房 富有欧式建筑风格 是原国民党广州保安司令部的大院子 广州解放后 成为人民解放军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指挥机关 指挥部院内车水马龙 叶剑英和指战员们日夜不停地紧张工作 几天之内进城部队对全市银行 监狱 电台 机场 车站 码头等所有重要目标 以及关系到人民生产生活稳定的电厂 水厂等 实行军事管制 对治安情况混乱的街区 实行戒严 临时宵禁和突击搜查 在制定措置的同时 进城部队根据有关线索 收容国民党的散兵游泳及伤残人员 命令他们交出暗藏武器 停止作乱 一时间大街小巷都便贴广州市警备司令部 政治部的布告 令怀有侥幸之心的暗藏敌特分子 赶战心惊 但是浩城有三大战役吧 一个治安金融和供应 那一个城市你开始下来能不能稳定 你政权能不能稳定 脑袋心能不能幸福你 你这个治安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是部队刚刚进城的时候 包括他们市领导刚进城的 管理说是那就是真是一片混乱 到处都是土匪特务 这个恒行霸道 这个夜市有个中央的报告里面 都写得很详细 比如说是在火车站那个旅客一下车 那包包就被土匪就抢一批多了 这个在禅堤那一带是 就是到处都是卖那些什么春光画什么的 夜市的电报还都写得很清楚的 就是这些东西 抢东西的到处都是 特务暗杀的 放火的 爆炸的到处都是 暗藏的这些匪特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最厉害的 他们就有组织进行破坏 所以给当时的管理的治安呢 是带来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 还有很多的那个冒牌的那些组织 就包括这些人 他都他都他都出来 冒充冒充军华会的民意 去接管这个商 商会接管那个工厂 接管商店 商店 有一百多人 是 面对大大小小的打着各种旗号的社会组织 叶剑英决定 采取先取地 后甄别的办法 警备司令部为此制定了一个智取的实施方案 邀请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到警备司令部聚谈 把他们聚拢到一起之后 趁机对这些主要头目进行软禁和拘留审查 叶剑英的这个办法效果显著 一大批捣乱分子被抓个正着 在得知留在广州的数千名土匪 特务无法发挥错用后 蒋介石决定用军事手段反扑 1949年9月 国民党部队设立了铜墙铁地 却为什么拦不住南下的解放军 守卫广州这个防线呢 其实是虚设 就在国民党撤退的当天 海铺桥为何成为了主要被破坏的目标 这个南北干线的一个桥梁 国民党认为必须地把它炸掉 叶剑英南下接管广州 数次更换住所 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们国民党客户呢 想暗杀叶剑英 1949年广州解放 治安恶劣 金融混乱 粮食紧缺 面对种种难题 叶剑英如何恢复社会的稳定 开启发展之旅 1949城市记忆 为您讲述 65年前广州城 从废墟满地到顺利接管 究竟有着怎样显为人知的故事 1950年3月3日 5架B-25冬炸机突然出现在广州的上空 听到骤然响起的防空警报 一些人开始四处躲防 然而有一些人却在地面放火或打信号弹 为飞机引导和指示重要目标 这些人就是暗藏在市里的国民党客里 轰炸导致了上百名群众伤亡 数千人无家可归 黄沙火车站当时正在为解放军进攻海南岛 提供物资转运 因此这一地区受创最重 8枚炸弹和13枚燃烧弹 将这里几乎移为平地 50年3月3号的时候 蒋介石是不甘心的 就是轰炸广州这个情况 当时是非常严峻的 这个当时叶建英他住在广州的东山 叫梅花车32号这个地方 他住那个房子是过去国民党的高官 住的一个地方叫陈继潭那个房子 陈继潭公馆 对陈继潭公馆 轰炸的时候接到警报以后 他和他的历史还有警员也都赶紧跑出去了 跑出去躲在了树丛里面 就是躲避地的空隙 这时候他们和他的历史告诉我 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个飞机轰炸的时候 地面试取了就好多特务 就是打信号弹 都能看到这个 就只是一个飞机指示信号 就点了一下 这次轰炸的一个广州造成损失 是相当大的 死山寺大概是好几百人 对 后来呢 除了这次大红战 后来陆陆续续 然后还不断地有 不间断地有一些 有声的轰炸 防空力量比较薄弱 所以对他这个轰炸的 我们一直还没有办法 是在过了有好几个月以后呢 我们慢慢才 就是有了 固執了这个 我们就加强了这个 加强的防空力量 武器 防空力量加强了 好像中间还有一些部队调过来 空军还有一些部队调过来 后来呢 他把这个形势遏制住了 由于解放军装备有限 当时还无法足够足够的防空力量 叶建英决定 凡是四层以上的高楼都架设机枪 并对民众加强了防空教育和宣传 随着支援部队陆续到来 广州城内的防空体系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并不甘心 有大量派遣特务潜入广州 进行捣乱和破坏活动 他们的目标 只指共产党方面的党政要员 台湾特务机关 甚至以杀死一名部长 奖励十条黄金的重赏 刺激一些亡命之徒 铤而走险 潜伏在广州城内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曾经罗列了一张暗杀名单 在这张名单上的第一个人 赫然就是被派到广州 进行接管工作的叶建英 特务组织甚至成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密谋对叶建英实施暗杀 解放军在得到消息之后 加强了安保工作 但由于客户数量众多 暗杀手段藏出不穷 给在广州忙于工作的叶建英 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甚至数次与死人擦肩而过 除了要轰炸广州 当时据说的国民党方面 还安排这个客户分子 想去暗杀这个叶建英 当时是怎么策划的 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就有这种步骤 这个当时叶建英 他遇到几次危险呢 就是据他的警卫后来给我们介绍 是大概有这么几次 他当时军管会呢 是在现在广东省英兵馆这个地方 是当时军管会的这个 我们的特务混了几次 想混了混不进去 曾经大概是两次 就从墙外把炸弹的扔到院子里面去 在院子里爆炸 其中有一次还删完了 删完了大伤好几个人 几个炸死 炸死几个人 他们就以为这个领导在里面 把炸弹扔进去 另外有一次呢 就是叶建英从市里 就是办完工以后 回他住所的这个途中呢 遇到国民党的特务呢 就是也是开着车 开车的腹肌他 就从车上牵击 大家就开一趟打他的坐车 车上都中了弹 车上都只能打穿了 所以后来他这个司机呢 比较激进 也有警卫嘛 他因为他出行 也有警卫 也有好黑警卫跟着呢 就冲过去了 冲过那个地方了 后来他本人当然没有受伤 面对特务组织 接二连三的暗杀行动 叶建英并没有退缩 决定用实际行动 来回应国民党 对他的重点照顾 外出的次数不减反增 相对于广州解放初期 紧张的社会治安形势 在金融领域的问题 同样让叶建英操心不已 在广州十三行一带 分布着大批从事金融投机的人 几十年来 已形成航班 广州市民 乡民的一切交易 长期以港币为本位币 广州解放之后 他们仍然如此 那就是金融这一点 金融这个因为跟各个城市都差不多的 但广州呢更有其特殊性 它因为靠近香港 港币的流通就特别的方便 但是在他们进城以后呢 市面上人民币是根本就受打压 不吃香的 都是用银元和香港 人民币一出来就被他们打下去 就不可能在市场流通 地下钱穿了一种叫剃刀门楣 就像那个把这个剃刀放在门的那个门的那个门楣上 大门进门的门 进门的时候剃你一刀 出来的时候又剃你一刀 就对金融你意思就是 你是这个 它是一种找换站 就是那个钱 去兑换这个钱 收刮这些 你进去的时候呢 他收一笔手续费 出来他也要收一笔手续费 解放和接管 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城市 其中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 和艰辛探索 敬请收看天涯共词时 1949城市记忆 在叶金银看来 这些投机商和地下钱庄 正是趁着新旧政权交替之机 活动猖獗 强烈的挤压人民币 他们公开煽动人们 拒绝使用人民币 并制造谣言 说解放军滥发钞票 每个团都配有一架印钞票的机器 为了打赢这场特殊的金融战役 1949年12月4日晚 位于德政路的指挥部内 灯火通明 叶金英正在对第二天的行动 进行招密部署 为了不惊动这些地下钱庄 他决定在一天之内结束战斗 12月5日 原本平静的太平南路13行一带 突然出现了一批军警 趁着投机商反应不及 迅速将一百多家反动钱庄封掉 巩固了人民币在广东省的地位 叶金英指挥的这次行动速度极快 引发了香港媒体的惊叹 他就是发动群众 也是发动群众 然后是在 12月5号 我记得韩生 12月5号的时候 动员了好几千人 就去这个 突然行动 突然行动这个方式 坐着车 一下就是到这些当地的一些旧的金融机构前面 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就多住这边好了 去了以后就 那种人马上把他这个门就封了 门就抓起来带走了 发动这么一次战 一下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把他们封了以后呢 完全把这个金融命败都控制了 第二天 市民人就平静了 人民币就可以在世界流通了 在香港的报纸单下 登的标题叫 叶剑英 洗劫十三行 金融状况稍微好转之后 叶剑英开始解决另一个大难题 如何保证广州市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广州解放后 一些武装特务和土匪还盘踞在西江 珠江一线 严重干扰各地供应广州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的运输 由于他们受到国民党撤退前的资助 活力充足 又对周围的地形 河流十分熟悉 一时半刻 无法以武力彻底清除 1950年初 眼看着市民的生活就要变得难以为继了 叶剑英不得不对外寻求帮助 这时谁能够助他一地之力呢 因为几百万人口的大情势 这个粮食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当时这样子解放以后啊 就是一下子这个经济上是处于一种空荡的情况啊 粮食收不回来 一些税收收不回来 那么缺粮在广州市接管之后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城市里面缺粮是个大事情 怎么样扭转呢 夜间就想起来 突然间某一天对军管会议 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海外的华侨 包括通过香港一些关系啊 能不能把粮食暂时由华侨购买下来 然后转运回来 这样一种办法 就是说啊 当时这个办法呢 就得到了当时在广州的一些著名的一些 像邓文昭啊 像以美侯 以美侯啊 这样一个华侨 商人 以美侯呢 是当时的一个爱国的华侨 是泰国的一个大华侨 是全国桥连的副主席 以美侯 广东桥连主席 他呢就是 后来邓文昭他们就找他 他呢就是再回到香港 跟他那个泰国 他有一个叫 他自己泰国有很大的公司 从泰国买了粮食 他有一个叫五福轮船公司 对对对 从这个船运来 把这粮食运到香港 他也从香港 把这粮食运进广州来 凭借着从香港转运来的粮食 在全国其他城市 都因为粮食短缺而发愁的时候 叶剑英接管的广州 却有了可靠的供应渠道 那些放弃的国外优越的生活 一心回国的华侨 帮了叶剑英和广州市民的大华侨 华侨在华南一带 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叶剑英对此十分了解 他的出生地广东省梅县 就是远近伦邻的华侨之下 而广州因为毗邻香港 澳门的特殊位置 华侨数量众多 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叶剑英对海外华侨的爱国爱乡之心 十分了解 也知道这些飘洋在外的华侨 对祖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和清醒的认识 接管广州之后 叶剑英在制定华侨政策时 也多以维护华侨利益为主 在广州有很多的贵国华侨 其实对这些华侨 叶剑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 为什么 是这样的 叶剑英本身在1916年的时候 他是跟随着他家乡一些亲戚 曾经去过马来亚的 谋生过半年多时间了 1917年夏天那个时候 就是唐纪饶 就云南的军阀 就派了一些人到马来亚 你去宣位华侨 实际上是一种 那么同时呢 他也指向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招生 就是云南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招生 所以呢 那个时候叶剑英在马来亚 就知道这个消息 后来就返回祖国 到了昆明 进了云南讲武堂了 实际上他自己本身也有一种华侨 归国华侨这种身份 所以他对华侨的情况 很有感情也很了解 对当时的华侨政策呢 就是叶剑英在的时候 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的 对华侨呢 毕竟他在海外呢 辛苦一辈子 他有一定的 这种钱财 就是说 他比一般的广州的市民 要会要稍好一点 生活上面 各方面情况啊 所以呢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呢 对华侨采取 像内地这种土改 这种方法呢 恐怕会打击一些 一部分人呢 华侨这种积极性啊 为了全面做好广州的各项工作 叶剑英在积极联络 归国华侨的同时 也针对广州的情况 开展各项工作 解放前 广州市珠江河段 停泊着一万多艘大小船只 拘区着五万多名水上居民 他们以船艇为家 由于常年累月住在船艇上 他们船上使用的 都是卫生条件很差的河水 而且由于收入很低 生活非常贫困 不仅如此 在政治上 他们完全没有地位 人格得不到尊重 上岸不准穿鞋 不准与路上人通婚 子女不能上岸读书 当地人称呼这群 特殊的水上居民时 有一个专门的词 淡价 那么解放后 就是在接管以后 就是在我们海珠 珠江两岸的 有很多这样的 上万户 有上万很多船 小船都是 一个方面 就是阻碍了水路交通 第二方面 他们本身生活得很凄惨 就是说 接管之后 就叶剑英 就有一个计划 想把他们逐步地 牵上岸来 就是说 在沿江两岸 逐步建立一些水上居民 一些住宅 当年对于广州这种城市 顺利的接管 对于当时整个全国的局势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和影响 广州是华南最大的城市 所以接管广州在中央 把中央的毛主事件决策里面 也摆得很重要的位置 能够把广州这种资本主义程度 离港澳比较近了 资本主义程度比较高的 这样一种城市 能够成功地接收过来 实际上对我们新中国的建立 和建设发展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引导作用 它跟上海又不一样 广州 它那个迪离港澳 它更加离这个西方 资本主义更加近的说 能够成功地接收 实际上一个很成功的范围 就是在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它还有军事上的作用 但是我主席 跟夜参电报里面讲的 全国沿海布环的大城市 主要是三个点 上海 天津 广州 它是沿海布环的三大重点 所以广州是华南最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派夜间一去 它也是 主要也是考虑这一点 它因为在解放区当个总参长 它是最高统帅部 工作了那么多年 所以军事上也是非常 有很高的指挥艺术 很高的指挥艺术 所以把它就派它这种的镇守 等于镇守华南 它叫南大门 镇守南大门 意思是这样讲的 国家南大门 派它去镇守 所以把广州接受好 把广州稳定下来 对于全国的局势 稳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品 从1949年底解放广州算起 时光已经翻过了65个年头 如今中国南大门广州 散发着蓬勃的朝气 是一所活力四射的大都市 但它并没有忘记65年前 正式解放军建成的一幕 开启了广州 从一片废墟中艰难崛起 一直走到灿烂当下的不凡历程 这是1949年11月11日下雨的历史画面 叶剑英 方方等党政军货责人 在广州市人民政府门前 检阅解放军炮兵对立 十辆卡车牵引的美式榴弹炮 一辆又一辆浓浓而过 二十多万市民组成的欢迎行列 一直排到了很远 此时此刻 叶剑英的眼眶是湿润的 他知道解放广州只是开始 重要的是能否顺利地接管广州 发展广州更为关键 从这一天开始 广州和无数从废墟中 站立起来的城市一起 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础 也给执政道路上的共产党 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实践经验 和极富价值的启示